我們進行下一題囉 大家努力搶 來 這題是由陳啓彭老師 來回答對話奏 是 請出題 愛情小說讓人看了心癢癢 請問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 有哪些是知名的夫妻 或是情侶的組合呢 請想答 原青 白蛇傳的許仙跟白素貞 對話奏 答對了 好的 恭喜加兩千 周老師 那就梁柱囉 梁山伯宇住陰台 對話奏 答對了 請加兩千 看不到梁山伯宇住陰台 真有奇人喔 梁山伯宇住陰台 其實它是戲劇編出來的 對 那不過它卻導致說 他們家鄉山東那邊的 兩大家族互不通婚 所以這也是戲劇 羅密歐跟朱莉葉對不對 這個概念 戲劇影響到現實的結果 他到底 對 武大郎跟潘金蓮 答對了 請加兩千 黃德泰 後裔跟嫦娥的 這個嫦娥奔月的故事裡面 後裔跟嫦娥 對話奏 答對了 有了 請加兩千 卓文君跟司馬相如 卓文君 司馬相如 對話奏 答對了 有 厲害耶 來 請加兩千 所以妳也是教中文的 對 我是國文老師 我教書教了十八年了 哇 也是在補教業對不對 對對對 妳會煩嗎 呃 不會 就是雖然有時候會講一樣的故事 一樣的笑話 但是呢 就是看到學生不同的反應 自己都會覺得很感動 每一次都笑得出來 好 來 林欣 我是蠻煩的啦 有沒有 哈哈哈哈 這樣很煩對不對 交去潛水了 不小心講出來了 紅龍夢 加寶玉 林大宇 對話奏 答對了 來 請加兩千 謝謝 周老師 至尊寶和 沒有 路由與堂丸 答對了 請加兩千 老師要不要補充一下呢 路由與堂丸呢 它就是很有名的一個故事 叫做拆頭鳳 那這個拆頭鳳的故事 拆頭鳳 對 拆頭鳳 那它其實是說 這個路由跟堂丸 他們原本是一對很恩愛的夫妻 但是後來分開了 那分開之後呢 他們就地重游 重游看到之後 就兩個人其實是很相愛的 但是被老人家分開了 所以他們一直覺得念念不忘 後來那個堂丸 因此抑鬱而終過世了 那路由後來很多年後 再度就地重游 還是覺得傷心不已 就寫了很多的感念的詩 潘老師 我講那麼多是讓你想 楊 對 她很好 楊貴妃跟唐玄宗 好 答對了 來 請加兩千 敗倒十六拳下 對 來 好了 笑的 派世成話 牛郎之女 最普通的故事 七夕的故事 七夕牛郎跟之女 對話說 答對了 有的 牛郎到底真有棋人之女 牛郎之女其實是 民間傳說的故事 變出來的 對 連本名都沒有 對 它原本沒有本名 只不過是 這牽涉到另外一個答案 可以講嗎 不行 你先不要講 我們待會兒補充吧 對 先忍住 來 加兩千了嗎 現在航庫還有一萬八 盡量搶 來 是 龜秀第一女詞人李清照 跟她的夫婿趙明辰 講得那麼清楚了 對或錯 答對了 有 請加兩千 那我老師要不要稍微解釋 那麼多 我老師要不要稍微解釋一下 他們就是在宋朝的時候 非常有名的這個夫妻檔 對 然後兩個人喜歡一起研究一些 金石之學啊 他們兩個夫妻之間 其實經常會有一些小情趣 對 例如說 李清照他曾經在那個 金石之路的後續裡面提到說 他跟他先生會玩一個遊戲 就是他們平常呢 老爺 我對 我在想說怎麼有一些 有點接近 有點接近 對 他會指某一本書說 哪一張哪一頁是寫了什麼 對不對 然後如果對的人就可以先喝茶 然後他們就開心到 就會不喜歡把茶潑在身上 然後就身體就濕掉了這樣 就沒有茶可以喝了這樣 好有興趣喔 對 就是很有興趣的 讀書人遊戲這樣 好有畫面 但必須要先讀書耶 對 才能知道是哪一行哪一頁 有什麼問題 這是正面的 現在不讀書最想看不行 不能直接潑就對了 一定要讀完書 OK OK 一步一步來啊 老爺 好啦 老爺回來了 來 接下來劉欣 西鄉紀裡頭的張生和崔茵茵 對我說 答對了 來 請先加兩千 首先破壞 莊老師 我真的是書沒讀這麼多 但電影看了不少 唉唷 請說 就剛才那個 至尊寶和紫霞仙子啊 哈哈哈哈 可以這樣子嗎 沒關係啊 他敢講我不看 對不對 看老師怎麼算 答錯了 答答 你是講周星馳的電影嗎 是不是 這周星馳的電影 至尊寶 來 接下來 已經想不出來了 其實都想都是國外的了 好 可是是 中國 對 我現在想都是國外的 中國人已經想不了那麼多了 來 現在我的應該是 2 1 好 銀子 跟打X 叫做龍喵豬莉葉的 龍喵豬莉葉 夢將尼突老萬里長城 所以有一個夢將尼跟萬其良的故事 夢將尼萬其良 對或錯 答對了 請加兩千 來 漢武帝跟陳皇后 漢武帝 不是金屋長焦嗎 對 就是成阿嬌 這個請金屋長焦 對 沒錯 花椒公 就是他年輕的時候跟他的這個 就是阿嬌說過說 如果說能夠表達對你的愛 那我會為你蓋一座金屋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後來就變成了 金屋長焦的由來 那同時就是 可是因為阿嬌他很善渡 所以後來他就被修了這樣 就應該像打入冷宫 不能說叫修了 是啊 因為他蓋的就是這樣 弓是紅色的 像辣椒顏色 懂 對不對 叫花椒弓 來 背後說 答對了 來 請加兩千 好 也一萬囉 很為難了 來賓來不講也不行 不然講完老師又沒事幹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不會 我可以補充 剛才瓜哥講的那個焦房 古代沒有暖房 所以他們會在牆上塗花椒 在牆上塗花椒 一來可以氣味芬芳 二來花椒比較性溫 它也可以讓整個房子 感覺上比較溫暖一點 所以我們古代的暖房 就是花椒房 對 周宇和小喬 對 我錯 答對了 有 請加兩千 還有耶 項羽跟魚姬 哎呦 對 這樣做 答對了 大王別姬 加兩千 破萬囉 對 焦仲青跟劉蘭芝 答對了 好優秀喔 這題是陳老師要結束 還是胡老師妳要結束 焦點老師好了 老師老師請 來 請說 這就是很有名的 孔雀東南非的故事 就是兩個人其實是很恩愛的夫妻 但是卻被嬌母所阻撓 所以後來兩人離異 那離異之後呢 後來那個 焦仲青 就是劉蘭芝因為被他哥哥逼去改嫁 他不願意改嫁 後來就致敬 那致敬之後 後來被那個 焦仲青知道 那焦仲青也跟著一起同富皇權 對 然後後來死後兩個人就變成 兩個的坟墓有兩隻孔雀 所以才會叫做孔雀東南非 好 我們要加兩千 兩千 好 還有兩個 李玉大小周厚 答對了 這麼強 你要不要解說一下就好 給我們老師解說 你前來就沒事幹 哈哈哈哈 這種來賓 哈哈哈哈 我罵他 我罵他 好 那那個李玉就是很有名的李厚祖 那他跟大小周厚感情非常的好 那不過據說後來被那個 趙光毅 然後看上 然後據說他們就有三角戀愛 那後來趙光毅之所以會執意把李玉 毒死就是為了奪這個大小周厚 剩最後一個 兩千 校長 歷史故事 周幽王跟達吉的故事 達吉嗎 不是不是 是包式的故事 達吉是那個上周王 對 沒錯 如果他堅持要達吉了就錯 對 我說 修正了 答對了 恭喜 好 五萬塊也都分完了 是 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那剛才所講的那個 牛郎跟織女 那後來據說這個牛郎有轉世 轉世成人之後他就變成 董勇 所以後來董勇賣身舊父 那引來七仙女的注意 後來又來變成是 董勇跟七仙女的故事 我覺得牛郎之女是這樣來的 對 妳講講有 好 我們這一回合的獎金 五萬塊也都領光了 目前你的獎金稍微宣布一下 好 劉老師一萬四 郭老師六千 川老師六千 黃校長一萬二 忽敏老師也是一萬二 進行下一回合 贏者全拿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